各位爱多美的伙伴大家午安 然后我是台北战前中心的中心长张新月 那今天的话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两大的明星产品 那首先的话就介绍我们爱多美的这个蜂蜜影 叫做黑猫蜴 那大家知道说我们目前台湾的爱多美 销售第一名的产品是什么吗 黑猫蜴 那在韩国呢 也是黑猫蜴 那所以这个产品一定是有相当的一个魅力 那这个产品呢 它其实主要的成分是 当归 穿穹跟白勺 那可能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有食补嘛 可能觉得这蛮熟悉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中药的事物的其中的三个 那除了扣掉首帝皇之外 那黑猫蜴当时其实研发是这个原子力研究院 他们的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机构研究出来 花八年的时间 两亿台币的这样一个经费研发出来了 当时研究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说要去 让这些从事核能辐射研究的研究人员 能够吃黑猫蜴之后能保护他们的身体 比较健康不受这些辐射的伤害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其实在韩国是有获得他们这个所谓的健康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 那虽然目前在台湾是还没有 还在进行中 那很多人会担心 常常在中心的时候有一些人会问说 那这样子既然是一个吃的产品 那吃下去之后 有没有说是的确是安全可靠的 或者说因为像中草药大家最为诟病的两项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担忧 其实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农药的一个残留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重金属的残留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证书就是所谓 我们这个黑猫蜴是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安全认证 那在这个认证证书可以看到这一个部分 其实它就是去针对这些常见的一个重金属去做检测 那检测的结果是没有测到的 那右边的部分呢是针对这个常见的一些有毒物质 或是农药去做检测 那也发现说是没有测到 所以以这个部分来说就是可以去证实我们的黑猫蜴 它在安全上是不需要担忧的 美国的一个最高规格的安全认证都有通过 那下一张 那黑猫蜴那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好奇 当初为什么要命名为这个叫做黑猫蜴 那其实它这个名字是有学问的 这个黑猫的意思就是黑猫蜴病 就是血红蛋白或者叫做血红素 那血红素的话它其实在我们的红血球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 它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说体内的一个氧气的运输 以及把二氧化碳的代理我们的这个组织 那所以呢常常的话就是有一些人 当他的血红素比较低的时候 可能会感到头晕啊或比较容易累 或者是说容易昏昏欲睡 可能就是说身体处在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这个HIN的部分 这个H就是所谓的造血系统的意思 那造血系统的话就是研究发现说 不用我们这个HIN可以去增加我们体内的一个红血球的形成 那等于有一个补血的作用 那其实造血系统除了红血球之外 其实还有所谓的白血球 那白血球的话其实在这个 可以先看下一张 在韩国他们有做一个临床的人体试验 就是说有63位的受试者 这些受试者就是说他们的白血球是低于5000的 一般来说我们以5000作为一个正常值的一个界限 低于5000的话就是白血球低下 那高的话就是正常的一个范围 那他这些都低于5000的人 那他去做什么样的试验 服用HIN前跟后 分别去分析他们的这个血液中的这些免疫细胞 像是NK细胞 一些淋巴球 还有所谓的这个Cytochine 就是细胞基数的一个活性 就有发现说明显发现说 个别去比较之后 在服用HIN之后 受试者的这个体内的NK细胞 就是自然杀手细胞 它的一些这个免疫细胞 都有增加的一个情况 那在I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个HIN有去调节 我们身体的免疫的一个作用 去调节免疫细胞 那主要针对是哪一个细胞呢 其实这个第一小姐就有提到 主要是提升我们人的这个 NK细胞 就是自然杀手细胞 那大家很好奇什么是NK细胞 NK细胞它是身体的一个免疫细胞 它叫自然杀手 就是说当体内有出现病毒 或者是这个癌细胞的时候 它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一个学习 它直接这个细胞就可以 分泌一些穿孔素 把这个癌细胞或是病毒给破坏掉 然后保卫说我们人体维持健康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当很多免疫有问题的时候 自然就是很容易有一些癌症 或是病毒感染的发生 那在M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调制 就刚刚有提到嘛 我们这是经过生物科技的这样一个技术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去中药行 随便抓药这样子熬一熬 可能就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个是不是的 它都是经过这个八年的研究 这么多位的博士的研究出来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那其实综合刚才以上的话 其实Hemmohing主要有三大的一个功能的诉求 第一个促进我们人的造血系统 就是我们的红血球的一个增生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第三个就是说它可以保护身体 比较不会受到辐射的一个伤害 那所以试用对象其实是一般的大众 大家几乎大部分的状况都可以吃 那特别是说免疫机能低一下 因为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机能会比较差 那另外的话像是惊奇不顺或惊痛的人 其实因为当归川穹跟白勺 这三种中草药其实在本草纲目就有说 这三种中草药是我们女人的肾药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旌旗的一个调整 是有不错的一个效果 那再另外再看就是说一些需要可能长期消耗体力的运动员 或者说目前需要考试的考生都可以吃Hemmohing来促进它的一个 等于是说比较不会感到疲倦 那使用的方式的话正常来说是一天吃两包 那假设有特殊的一些可能在做抗癌的治疗的话 大概是四到六包 那其实特别需要注意的话是说刚开始在此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调整的一个好转反应 那这时候要建议的话如果可以多喝水 加速身体的一些废物的一个排除 会比较快让这个好转反应能够度过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说假设体质有比较燥热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你的舌头是不是说红红的 就是火气比较大的话就是尽量先暂时停用 那还有就是说生理期的时候精血量比较大的女性的话 先在生理期的时候暂停 那还有六岁以下以及说怀孕或是在普鲁的话 先不要食用 正好 走 但是 走 直到